人類也會染上豬的流感? 原來除了人類之外,我們豬也會患流感 豬的流感以前是只有豬才會感染到的病 但是現在,連人類都會感染到豬流感 人類現在感染到的這種豬流感是甲型流感 H1N1型 早在1930年已經在豬之間流傳 病,真是很辛苦 豬也會染上流感? 當我們豬患有流感的時候 如果人類接觸我們,或者身處有豬流感的地方 他們都有機會感染到這種病 本來,豬流感只是我們豬才會有的病 但是最近竟然發現 有人感染了這種病毒 這種豬流感甚至變成一種 在人類之間互相傳染的病 病是很辛苦的 病得嚴重 更可能會導致死亡 加上人類突然發現有了一種 他們不熟悉的 以前只有豬才有的病 所以,人類都很擔心 豬流感可怕嗎? 豬流感對於人類的身體來講 是一種新的病毒 人類的身體 未抵抗過這一種病毒 所以當人類患了豬流感 效果可能會很嚴重的 人類患了豬流感 會有發燒 流鼻水 打蝦癡等等的病症 有些人還會出現其他嚴重的病發症 嚴重的話還會死亡啊 好多人害怕的 所以,不要小看這種 原先只有豬才有的流感 食用豬肉,安全嗎? 豬流感,豬流感 媽咪呀,我好怕呀 如果有些豬有豬流感 剛好被我吃了 那我會不會都有豬流感的? 肥肥,那又不用那麼害怕的 每一個國家都會檢驗出產的豬肉 是否安全 讓大家不會吃到一些有問題的豬肉 而豬肉只要經過高溫煮熟之後 豬流感的病毒就會被殺死 所以我們不用那麼擔心吃豬肉的問題 是否有問題 我不想患上豬流感 噢,但我還是很害怕呀 病,真的很辛苦呀 我不想患上豬流感呀 肥肥,如果你覺得不舒服 就要馬上告訴我 讓我帶你去看醫生 如果懷疑感染了豬流感 醫生會幫我們做測試 看看是否真的感染了豬流感 對於病了的人 醫生會開適當的藥 讓我們可以快些好回來 另外,無論有沒有豬流感 我們都要保持個人衛生 例如,要勤洗手 尤其是去過公眾地方 摸過一些公用的物件 之後記得一定要洗手呀 那麼病菌就生存不到的了 我們都要記住 千萬不要用手搓眼 耳,口,鼻 因為我們雙手 摸過很多東西 很可能會沾染到很多細菌 甚至是豬流感的 到了流感高峰期 因為患感冒的人多了 那麼我們應該盡量去少些公眾地方 減少接觸到病菌的機會 嗯,我還知道 如果我們打黑癡 要用紙巾掩住口和鼻 打完黑癡 還要用紙巾 將口水鼻涕抹走 因為有一些病 是會透過口水 鼻涕這些途徑傳染 只要我們好好利用紙巾 這樣就可以避免 將病菌傳染給其他人 如果我們病了 看完醫生 就直接回家休息 如果一定要外出的話 就一定要戴口罩 讓病菌盡量不要散播開它 只要所有人都注重衛生 我們就不用怕病菌的了 沒錯 豬流感,我不怕你的 學生 因為女性的病菌 人家的病菌 人家的病菌 是不怕病菌 不是嗎? 人家的病菌 要做些病菌 兒子